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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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基本上它现在的识别速度是你秒按就可以秒识别的 秒按就识别就跳出来了知道吧 已经不需要你再进行设置了 在手机设置里面 设置里面就有一个什么 设置里面就有一个叫 就是那个指纹密码 点击的时候你要把你自己密码输入 密码输入之后它跳一个iPhone解锁 然后手指1 手指2 手指3 手指4 比方说我们添加手指 添加手指的时候你可以按你手指码 你全部设置一下 看你平时怎么设置的时候 设置完之后你只要常用的手指 它都帮你保存起来 保存起来之后继续 点击继续之后你会发现 你的手机只要你这几个手指一碰它 这样它就OK 4个手指 我刚才用我的中指测试了一下 我只要换到我的中指换完之后 我手机自己自然而然就解锁了 看到没有 秒解锁了 这是便于你的手机管理 59招 设置墙子让你的手机瞬间变美 可以把你的墙子设为你的二维码 或者设置你的个人标签 但是你也可以把墙子设为那些非常帅的 非常漂亮 非常线朗的一个墙子 我们打开手机来操作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让手机 瞬间高大上起来 实施作变 这手机的作变其实不好看 是不是 很多女生就喜欢设置 设置里面就要有一个通用 通用里面的墙子 墙子我们点开的时候 有个显示 一个显示 一张新的墙子 比方说我选择一张这张的墙子之后 你看 一个有透视有镜子 这个是设定主屏幕 看没有 我的照片瞬间就好看多了 是不是 它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动作 是不是 很线朗 尤其是iPhone 6 Plus之后 它会发现它的线朗度是非常强的 但我更建议 你们可以把它设置为 你自己的最美的一张生活照 设置中照片 设置中照片 以相机的妙用 刚才已经说了 比方说我们手机相机里面 我们怎么样 我们的相机 每次拍照的时候都能集中 我每次拍照都能集中 就是说你可以去做一个动作 我们打开我的手机 我们看一下我的手机 你看一下我的手机 你会发现 我拍照的时候是有九宫格的 看到没有 你看有个九宫格 是不是 有九宫格 就是呢 里面有一个叫照片与相机 打开手机 有个叫照片与相机 照片与相机 打开 底下有个叫网格 网格你点开一下就可以了 把网格打开就可以了 手机里面的网格打开 打开之后呢 你会发现你每次拍照 都会有网格 那我们打开手机上面呢 会看到一个iQOO的照片图库 我的照片流 如果你把照片球打开之后 你会发现 你的照片图什么 你的手机里面 就会跳出一个状态 你的手机里面 手机照片里面 会吹出一个照片流 我的照片流 从你拍了每张照片流 都会分享到你的iQOO 你的手机的iQOO里面去 就每张照片都会分享 这样你会占很多油量 知道吧 所以建议大家呢 一定要去把你的手机里面的 那个照片与相机里面 我的照片流关闭 这样你的手机内存将会增加 因为你手机照片流 你每拍一张照片 两张照片都同时在的话 你的内存空间肯定占的比较大 所以把网格打开 把照片也打开 你会发现越来越好用 所以这样的网格做完之后呢 你还可以去做一个动作 你可以把你的照片点开自己的时候呢 把你的照片拉大一点点 然后呢 重复截屏 重复截屏之后呢 你的照片的像素就越来越高嘛 是不是 是不是 谁也不知道你其实是 自己去拉大的照片 是不是 你的像素就越来越清晰嘛 让你的手机出现网格 立于自己选择焦点 刚才已经跟他分享过了 让你的相机出现网格 立于自己选择焦点 焦点呢 就是你手指一点就可以计焦 就是你的网格中间 你只要点一下手指计焦 它就可以计焦把照片拍出来 你可以用力镜提亮 是不是 力镜提亮 把你的照片瞬间就变成高大上起来 用网格整个手机配置了起来 所以你会发现从头到尾 它是一特流程化的一个课程 不是说你前面听完之后 后面不听 其实这是非常浪费的一个事情 所以关闭我的照片流 可以让你的手机空间更多 其实很多的手机呢 我们在更新的时候 我们的照片流其实是存在的 iQOO的照片流 你一旦关闭之后 你的照片流的空间 就会越来越多 你就有更多的空间 就可以拍更多照片 所以很多人呢 一 不会把你删除的照片删掉 第二 不会把你的照片流关闭 所以你的手机内存就越来越少 第三 你不会去把你手机里面的那个什么 微信的那个存储空间 给它清理一下 这三个点你都要去做 你的手机空间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节省空间 节省空间 iQOO照片的图库设计的技巧 我们再来做一个手机的相册 我们再关注一下 然后再缓到我们手机里面 看到我们的 再缓到我们的手机 打开我们手机设置 设置里面呢 我们就有个动作叫iQOO的照片库 你的整个图库将自动上存并存在iQOO 方便你所在设备上 访问照片和视频 这样的话 你就需要在美国买那个iQOO的空间 如果你把它关闭的时候 你看到没有 你看到没有 你存储了10.5个G 你说你存储了10.5个G之后 你有那么多的空间可以上传吗 你的苹果手机是128G 那你说你去买这个流量 你就完全没必要 你只要像在中国 去做一个叫百度银 或微银 把你的资料存储起来就可以了 所以把你的照片库给关闭就够了 那正常来说 如果你不关闭 你手机拍不了几天 内存就满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关注一下 你打开手机 设置你的那个什么iQOO的 iQOO你去关注一下 你到底的存储空间还有多少 基本上一个G 你只保存你的手机什么 通信录和你的备忘录 你的手机是够用的 根本就不需要去保存你的那个什么 照片库 那如果你有钱的话 也扯一些可以买这样的动作 但我竟然教你 竟然是当一个老师教你 就让你怎么样节省钱 把你的手机变得更加高效 那查找iPhone打开就够了 设置当中有一些辅助功能 能让你手机赚钱 这怎么让你的设置当中的辅助功能呢 你会发现其实苹果手机里面有很多的设置功能 那多数人都不去打开了 就跟他讲了 就是说放大字体 然后你也可以去关注很多的妙用 那我们可以跟他关注一下 那手机辅助功能当中有多少妙用的功能 你们都没有去开发过 我们一起操作一下 那手机里面有个叫通用 有个叫设置 设置里面有个叫辅助功能 辅助功能的时候 有一个叫什么 有一个叫按钮形状柱 你可以把你的按钮的形状柱去改变一下 然后第二你可以去增强你的对换 增强你的对比度 讲底你的动态效果 就减弱你的动态效果 你的图标的一些视节效果 你可以减弱 还有开关标签 你可以做一个动作 把你的标签做一个动作叫开关 开关的时候 它会跳出很多的标签开关的辅助功能 然后键盘 键盘到底怎么用 显示小写键盘 然后重复按键 卸留键 其实它辅助功能里面 有非常多的一个主频路按钮 你可以去设置到底是快还是默认 其实这样的按钮里面 有非常多的功能 建议大家可以去做一下 但更多的时候 我基本上会选择一个动作 电话噪声消除 就是我们经常跟别人沟通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噪声 我们就可以把它点击关闭 而且你喜欢到底是左耳右耳 你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辅助功捷键设置的时候 你可以去联系三次主屏幕按键 你可以缓转颜色 可以缩换控制 比方说OK 我们完了之后 我们要联系按键三次 你看没有 会控制iPhone的手势 是不是 OK 是不是 你的格就出来了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 为什么手机老师跳这个格出来 怎么关闭 刚才我边说的 设置手机关格 是不是 OK 打开手机设置 设置里面 这种格 你就可以把它什么 便捷访问 你就可以把它关闭了 辅助功能 你看 这手机里面 我上次看过一个按钮形状 按钮形状 我们把它关闭就可以了 第65招 路错文字摇一摇 即可撤销 重做键路 刚才我们来给大家尝试一下 路错文字 摇一摇即可撤销 重做键路 其实刚才已经测试过了 我们再给大家真正的 用手机来测试一下 实时做变 比方说 我们打开我们的备忘 打开我们的备忘录 打开我们的备忘录 输入我们的备忘录的时候 做到一个动作 我们新建一个备忘录 新建备忘录的时候 我们输入一个文字 比方说 我输我个人介绍 是不是 个人介绍完了 不小心就把它浅显 删除之后怎么办 删除之后就没掉了 是不是 左右摇晃一下 撤销重做键路就可以了 撤销重做键路 在里面经常你输错文字的时候 就可以撤销重做键路 撤销重做键路就可以了 这样你的手机就可以越晚越高效 这样的话你可以避免的话 你不小心撕销文字的话 什么都没掉 那如何 再来讲一下 如何快速关闭手机 后台应用程序有助于省电 就每天我们会发现 我们打开很多的APP 那我们APP都天天在用 那我们怎么快速把它关闭呢 快速把它关闭的时候 其实也很简单 其实你会发现 我们来操作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刚才我们做了一个动作 是不是双击我们的 Hob键 双击我们的Hob键就很多了 消息就弹窗出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动作 用两个手指同时 用两个手指同时 把这些后台应用程序 都可以点击关闭 就是我们可以用两个手指 知道吧 可以用两个手指同时关闭 像我早上打开那么多的APP 我们可以两个手指同时关闭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你会发现 你可以把这后台程序 应用程序都关闭的时候 肯定是有助于手机省电 你说你天天都打开那么多应用程序 都不关闭 怎么可以呢 所以定常情况 那两个手指同时操作 就可以很快速的把你后台应用程序 全部关闭 将有助于我们手机省电 那我们来讲 接下来再讲讲这张图片 其实很多人都在说 那这些照片有什么用 其实你会发现 站在马银背后那个人就是陈伟 就是我好朋友 所以你会马银穿这二号战袍的时候 是不是他在这层二号战袍求仪 因为提出证明 无需说明 把这照片拿出来给大家分享的时候 大家去看一下 这是马银穿的我的二号战袍 当然穿的是他的二号战袍求仪 然后二号战袍在那边分享的时候照片 所以图片加上文字 就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所以有图有真相 一定要提出证明 无需说明 如果你不去把那些照片提出说明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知道 如果把一件球衣空白的放在这边 不加上文字 一定是无效的 所以网站自营一下的时候 你要知道文字是最重要的一个描述 因为图片一定要加上文字 才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不能说你光说 我们很多都是图片加文字加视频的结合来互动的 如果问问你自己 你会不会去把图片加上文字 比方说 你能不能把图片给它加下来 然后再写上一段话 马银身穿二号贴身战袍 再结合我自己 是不是 马银身穿二号战袍的时候 是不是我也在穿二号战袍 而且我把我的书 把我的书的二号战袍 我自然而然的就把这样所有的连接 就可以连接起来了 所以如果不去做这样的连接 谁知道呢 所以叫有图有真相 提出证明 无需说明 完了之后 我们继续往下 这是马银为我现场提字的照片 所以我都说 马银为送了一本书给我 这还是马银 所以掀开的时候 里面就有马银亲笔提名 萧生舟永不放弃马银 所以再做一个动作 所以我把这照片 如果一直在家里面 我不拿出来 谁知道呢 所以很多人都说 成功是给那些什么 有准备的人 我想告诉你 成功是给那些 时刻准备好的人 你只有时刻准备好了 你才有可能成功 这是马银的第二次的合影 所以那时候我的手表是戴右手 戴左手 现在是双手戴表 也就是说自营销 你一定要找到你的差异化 找到你的颠覆性 找到你的唯一性 你就有可能真正产生颠覆 你不能天天仔细做别人的一样的动作 你模仿别人 你永远只能走在别人的后面 如果你能去做到创新 做到第一 你就可以做到你独一无二的自己 这些照片一定是同一的手势 同一的拍照 在那旁边价值才最高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动作 把自己的这种图片 拼图拼出来 告诉人家你是谁 所以拼图能赞成你的个人的信用度 当然拼图也可以去分享到你的朋友圈 第67招 用倪称精准指导 所以说倪称就是你的标签 那很多人对他的了解里面 在倪称是什么 他说倪称 那倪称是什么 就是说不是你线下来 别人叫你的小名 是别人对你自己标签的定义 比方说你自己有什么标签 你给自己贴了什么标签 比方说我给自己贴的标签 叫电商诚意信 我可以说吧 电商诚意信就是我的一个符号 但是你的标签是什么 你的标签如果没有说出来 别人找不到你了 所以你在对方的脑海当中 一定直入你自己的标签 只有你直入你的标签之后 你说什么 人家咱快速找得到你 所以我的个人标签就是 微信营销 108招的作者 满营三次接见 电商诚意信 双表 小生周 你记住哪一个点都是可以的 所以你一定要用倪称精准指导 所以用倪称精准指导的时候 你是谁 一定不要起这种什么蓝色优异 草原 奔马波 像这种传播语言 你在互联网上 你已经是扩散不了 也是传播不了 所以你说起了这样的名字 你怎么去传播 所以你是叫策马奔腾 别人怎么把你宽住 我认识一个好朋友叫策马奔腾 你能签传吗 他都觉得很掉价是不是 所以呢 你一定要做一个动作 把你的真实名字 传递核心价值 你到底想说什么 陈一信是不是个明星 我说我是电商陈一信 我是不是电商明星 双表小生周 所以这是一个借力死力 不会利的一个时代 所以你要懂得去借势 所以我的花名叫 双表小生周 电商陈一信 那中华清私人号 微信呢 如果你有两个小号 我建议大家第一个可以写上私人号 第二个就可以写上你的什么工作号码 这样你就可以越做越多 像我一个朋友唐顿快创网 那个微商教育平台 这是不是他 一下子他的名字就是他最好的广告 所以建议大家 在你的微博起名的时候 和微信起名的时候 能传递你的真实核心价值 你会发现你的价值 就会真正的传递出去 所以一定是 不管你是微博 还是口头传播语言 一定要是相辅相成 你的自营销 才会真正的创造价值 而不是你东说一个语言 西说一个语言 跟不同的人说不同的名字 一定是无效的 记住你在中国 你只有一个名字会火 等你是成名人之后 你叫什么名字都会火 但是你没有成名人之前 请用你的一个名字 在一致对外 你的名字就是你最好的品牌 所以头像决定你的交往 第68招 头像决定你的交往 什么叫头像决定你的交往 不管你的微博头像 还是你的QQ头像 还是你的微信头像 这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一定要保持一致性 就像我经常在说 这就是我的头像 如果现在这件衣服 是我满意送给我二号战袍 我觉得很珍贵 那我就有必要 把我书的头像 和我微信的头像 甚至我微博的头像 都有这件二号战袍的身影 你就会想到我的链接 是不是 不会东做一个点 西做一个点 为了好看西做 无效的 而是说一个人 必须有一个自己的风格 就像我的风格 一定是从头画到尾 这是我给自己的定位 但是你的风格是什么 如果你没有你的风格 其实没有用的 所以头像就是你的风格 你可以把你最美的头像 给拍下来 如果你觉得不好看 你可以去下载个美颜相机 去拍拍照片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很好看的 第69招 所谓头像前进交往的时候 你一定不要把你的头像 设置你的风景 设置你的花草 也不要设置你的小孩 和你的宠物 为什么 因为我一定不是 找你的小孩来找你的 所以很多人去做那些社交软件的时候 在做自营销的时候 你的社交软件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一个社交软件 然后传递出你的声音 你说的再多 都是无效的 所以问你自己 你在社交网上上面的头像 是不是你的真实头像呢 如果还不是 从现在开始改成你的真实头像 我觉得对你的帮助一定会越来越大 所以最好的动作 一 头像进交往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你的名人合影 你跟名人合影 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加上文字 你的名人合影加上文字 你才能起到画龙点击的作用 如果不行 你可以像我的朋友唐顿一样 去拍一张艺术照 是不是 你在拍一张艺术照 感觉出来就感觉很真实 是不是 所以好不好看不重要 最重要是真实感 所以在微信上面 你一定要把你的真实感给展示出来 越真实 人家才越相信你 所以就像我一样 每天早上起来 自拍33照片 45度斜角 拍33照片 花传递正能量 到现在已经传递了400多天 是不是你人家 你做10天8天 人家没有认识你 但是你做到108天之后 很多人觉得你很棒 所以你必须持续地 用一件事情来证明你很努力 你必须持续地 不断地用一件事情来证明你很努力 如果你不用一件事情 持续不断地证明你很努力 你的成功其实会打折扣的 所以成功有三大法文 叫小成就 靠产品 很多人一上门就在推产品 说我是做什么产品 我是做什么产品的 他根本忘记了一个点 就是我说互联网思维当中 三个点 第一个点叫什么 第一个点叫链接 第二点叫什么 互动 你连链接都没有 别人都无法换卖你的 对你的信任的时候 你就去推产品 凭什么人要相信你 所以终成就靠人品 人品就是你的个人品牌 所以自营销时代 你的个人品牌很重要 就像我前面的68招 我教你是手机怎么玩画 但是我后面这几招 我要教你 你的人品怎么塑造 你的个人品牌价值 怎么去塑造出来 正因为你个人人品之后 你会发现你做什么都做得出气 比方说今天马银来 向你推销这东西 介绍这东西的时候 你可能就觉得很相信 为什么 因为马银本身就是一个品牌 但是你自己是个品牌 所以大成就靠品牌 大成就靠品牌 品牌就是靠故事讲出来的 所以很多品牌都有故事 但是你自己有这样的创业故事吗 所以你得找准你自己的故事 如果等你找准你自己的故事的时候 你是说什么 别人才愿意相信你 如果你去做什么 别人都不相信你 就非常亏的 所以小成就靠产品 中成就靠的品 大成就 自然而然 就得靠你的品牌 所以我们来做一个动作 一定要用你的QQ号 和你的手机号 当你的微信号 为什么呢 你会发现 不管自营销的时候 你总得让别人找得到你的路口 说你的人品在哪里 你都不敢让别人相信你 都找不到你 你说你是一个个人品牌 谁相信你呢 所以问你自己 你的QQ号和手机号 是你的微信号码吗 因为现在你会发现 所有人都玩微信 所有人都玩微博 所以很多人去 在微博上搜一下你 去百度搜一下你 然后顺便在微信上搜一下你 都找不到你 你觉得它有机会 给你产生链接吗 是没有用的 所以你们建议做一个动作 用QQ号和手机号 来当你的微信号码 为什么用QQ号和手机号 当你的微信号码 因为中国人喜欢记忆数字 中国人喜欢记忆数字 就像我一直跟别人传递的一个理念 就是我的微信号是83097 2013年10月17号 我的微信好友是100个人 但我现在的微信好友是7.5万人 你就会发现一个事情 叫什么 你就会发现一个事情 就是说你持续的 不断的去做 用微信 用数字来代表你的微信号的时候 你去做裂变 不管是线上也好 还是线下也好 它的持续不断的宣传 你就可以一直坚持 两年前的 今年的客户看到 两年前我的宣传 我的演讲 是不是还能交得到我 因为你要满到5000人之后 你就可以进行解拔 所以你要记住 把这种关系的链接一定要做好 所以他去搜我的微博双表消声周 就看到我经常会时不时的 去把我的微信号 画在我的微博上面 他要让用户有机会找得到我 所以你看我的微博注册15年了 我到现在才9万多粉丝 我的微信才晚2年 我现在也拥有7万多的粉丝 而且是一对一传达 所以我就跟我的学生 比方说我做的最好的一个学生 叫熊猫女神 演员杨津津津 他原来的微信号码是多少 他原来的微信号码是NNF092 都是英文 我说哎呀 惨了都不知道是谁 但是呢 我的华星创业帮的帮主 然后他就做一个动作 我说你一定要用你的QQ号 他是说我的QQ微信号是 我的QQ号 4215-34028 4215-34028 所以他QQ号虽然长一点 但至少也是数字嘛 你说多了几次 这样的人会被人家记住 至少要说三次以上 所以刚才跟我聊天的那个商标先生 他的微信号码是137-1866-2866 那为什么他用这个微信号呢 因为他是手机号码 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QQ号和微信号的时候 你甚至只要做一个动作 把你的手机号设置你的微信号 像商标先生一样学习137-1866-2866 这样你就很容易的去可以把你的数字给扩散出去 所以中国人喜欢记忆数字 所以对于你自营销的时候 你让别人找到你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如果别人连找到你的观点都没有 那就非常亏了 所以个性签名可以传递更多信息 这些信息 不管你是做自我营销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你会发现你的名字它只能代表 就我很多人在讲品牌 很多人在讲品牌的时候就知道一句话 就是说你在讲品牌的时候 你只能有一个名字 所以我在电商诚信 但你对我认知很少 我说我是被马银三次借鉴的 我是微信营销108招的作者 我又是什么 我又是自媒体那个自媒体达人 是吧 往微信红人 微信大咖 这样的标签一展示完之后 你对这个人就会形成字节立体化 我又再说我是双表销声周 这个性签名是不是可以展示出来 所以个性签名是别人对你了解 更加详细深入 让他可以更方便的找到你 并记住你 这才是核心 所以你会发现个性签名 在我们的自营销当中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你的名字后面 必须有一到六个点去支撑 这是你个人品牌 需要去塑造的一个点 为什么 如果你没有一到六个点去支撑 你的个人品牌 凭什么能记住你 我说我在电商诚意性 我不说我的画型很像诚意性 我不说我的服装很潮 我至少找六个点 一我的画型 二我的手势 第三 是不是我自己独创了一个拍照手势 而且我每次拍照 是不是早上用了九宫格跟别人拍照 这次在做了一个动作 是不是 然后你这样动作做完之后 是不是我一直在做 我的名字后面 双表销声周后面 我还放了一个站 所以我持续不断的用这样的证明 来证明我是电商诚意性 个性相册封面 就是你必须要把你的那个聊天背景墙 聊天背景墙 还有你的那个什么 相册聊天背景 你的聊天背景 还有你的手机锁定屏幕 设置为你的个定定射封面 这样你就可以越做越轻松 如果你的个性相册封面的话 跟别人也一模一样 其实你是凸显不了你的特色 所以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一定要去找到 属于你自己的一个差异化 找到你的亮点 找到你独一无二的亮点 你做什么就会越做越轻松 所以所在位置变成营销载体 其实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一个动作 我们来做一个事情 这在微信营销当中 也就是会发现 如果你去一个地方 如果你有机会去一个地方 你一定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我们很多人会去画微博 是不是 我们很多人会画微博 也会画微信 那我们画微博的时候 比方说我今天画一条微博 画一条微信 画一条微信的时候 我做一个动作 我画一个动作微信 就底下就有个所在位置 所在位置我点开之后 就跳出一个按钮 就可以跳出我今天在哪个位置 是不是 跳一个位置 我可以跳出 比方说我搜索的位置 是北京仓品 北京中关村的建言 是不是 那我们华夏科技大厦 是不是 那我写上一个什么 微信营销108招 是不是 OK 那我这底下就可以at at十个人看 是不是 我可以随机at十个人看 为什么随机at十个人看 因为不小心它被你at完之后 会关注你了 是不是 然后我写上微信营销108招 畅销书 所以我的营销就会出去了 是不是 你看了吗 你可以跟别人产生互动 其实你会发现 讲到微信营销 讲到后面的时候 讲到自营销的时候 你要记住 你必须跟你的用户互动 你无法跟你的用户互动 一定是无效的 但华夏科技大厦的时候 你可以其实 可以做一个动作 你可以搜索一个名字 叫微信营销108招 搜索的时候 会查找无此位置 可以去创建 当然在我的书当中也有 但我是希望 你们可以每次去一个地方 比方说你出国旅游的时候 你一定要选择你的所在位置 你的所在位置 会让人家觉得 哇 你全国到处在走 是不是 而且所在位置 可以去自定义 自定义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所在位置 自然而然 就可以变成一种你的价值点 所以你看到没有 所在位置一点开 你每天在全国跑 你每次都定位不同的地方 人家会不会觉得 你是很有价值的一个人 是不是 你经常在走在全国 任何一个地方 是不是 而且每次一玩的时候 马上就有人点赞 这就是你的朋友圈的 一个价值塑造 也就是说 到现在开始 你就必须有个信息 发布平台 如果你找不到你自己的 信息发布群牌 你去做什么 人家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就很亏了 所以你必须非常努力 你努力的必须有一个点 让别人找得到你 如果你努力的点 别人就找不到你 其实是非常亏的一件事情 就像我电脑上写的一个快创网 而且你会发现 如果你查找位置 无查找无此位置 你可以去创建一个新位置 创建这个新位置 对很多的微信营销 这种是百度百科在写 就是用大众点评网去写的 你可以创建位置 创建位置完之后 你这创建位置 可以去做营销用了 底下可以添加你的个人电话 个人号码 可以去做很多营销点 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